好,来按一下 好,我们用C enter 画个圆,点一下,拉开来 那因为直径111,半径python 我们给它D enter 代表要给它直径111 enter一下,好,那我们开始做了 第一步呢,我们先执行 第一个圆已经画起来了 第二步呢,我们开始执行 SC 代表比例 各位,它的按钮在这里 它的按钮在这边 比例值的按钮在这边 好,那请各位看一下 那我部队都写错了 好,个性画起来了 这没有错 来,我们开始,第一步 第一步 先执行SC 第二步 我们要选目标 选完,记得按钮 不然它不知道你选完 要选这一个 第三个,点在这边 第四个,打入C 第五个 给它计数 大概是这样 好,来,我们做一次 所以呢,这个呢,主角已经起来了 来,我们打上SC Enter一下 选到目标,选完按Enter 好,基准点 按照黑板的步骤 基准点 左边这个四分点 这样子 点一下以后呢 你会发现它已经有东西起来了 可是你不要马上打上那个比例值 因为我们要复制 所以给它C Enter 如果没有要复制的 不要打这个C 如果是自己直接就要变大变小的 你不要打这个C 要记住 C是要复制的意思 好,来 比例值呢 1.2 Enter一下 各位,这样就好了 很简单 它的整个过程呢 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 那这个方法 这个模式你会了 等一下画这条鱼的时候啊 它的上面那两个旗啊 跟下面那个旗啊 你就会用 好 那么呢 我们啊 现在呢 先请各位快速的练习一下 这个模式 首先呢 我们先画一个半径 60的圆 好,在这里 开始了 S C Enter一下 好 先选到 目标 Enter 结束 代表选到东西 然后呢 基准点 因为大元跟小元啊 是相交在左边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啊 就是我们的基准点 把它点一下 好 那因为我们要复制 因为我们是要复制的 所以给它C Enter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C 好 Enter一下以后呢 我们不知道比例嘛 所以你不用打比例给它 你要切换到参考模式 R Enter一下以后啊 你要告诉它原本有多大 所以呢 把左边这个点点一下 右边这个点再点一下 这样子它就知道原本有多大了 好 你看 你把滑鼠拉出来啊 它就跟着你拉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最终需要的是 呃 173的资金 Enter 好 结束 好 我们来量一下 好 有了 173 得到答案 所以呢 它的这个 至于它放大缩小几倍啊 你就不用管它了 这只有autocam知道 好 来 交给你了 好 那你把这个简单的 题目啊 先练习完毕以后 这一题啊 我们第一题 这只鱼啊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画了 画这条鱼 该有的 该具备的指令 我们都具备了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画这条 那各位的你先把 黑板这个简单的立体 先把它练习一下 好